越宁侯的请风奏折放在文西帝面前 奏折的开头说 原配嫡子多聪慧多孝顺 文西帝忽略 大多请风的折子全部都一个调调 帝王最为注重最后两句话 不乱礼法 力敌力掌 恳请陛下册封臣嫡子为世子 文西帝提笔半赏 礼法 力敌 在奏折的最后写了一个字 准 并命内侍去越宁侯府传旨 积累很多的奏折 文西帝没心思看 一会儿想把二皇子记在皇后名下 一会儿又想起安国夫人所言 文西帝赞罢立储的念头 一日大潮时 文西帝当庭表示 策立储君仪式暂缓 坐在龙椅上的帝王 看似宽和 说砍人时 菜是好一层一层的鲜血 便是证明 最近两年 文西帝有几分厌倦朝政 留恋皇后娘娘 同皇后如同一对寻常夫妻 对朝臣越显得宽和 多依赖内阁首府 每年勾掘的犯人 也比以前少了 但这些全是表面上的 文西帝对朝局的掌握并不弱 在某些方面有加强的趋势 虽说越演越烈的立储风暴 被文西帝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可朝臣一个步子都不敢说 以前先帝立储 文官还敢出声 那是因为先帝比当今更重视耿直的文人 着力培养文人御史的蒸蒸铁骨 先帝时文人当朝抗辩 即便说的都是先帝错处 先帝也不会怪罪 往而多加厚赏 那时文人清流少 且很有地位 可当今 每年都有科举恩科 读书人很多 文西帝也不会像先帝 收拾起文人 即便不死也得脱层皮 即便有靠近二皇子的大臣 此时也不敢冒头 先帝 诺 即便不策离太子 但不意味着文西帝不能做别的 太监总管展开圣旨 奸细高挑的声音 想彻去乱殿 奉天成运 皇帝赵曰 遵礼法 册封诸子为王 皇长子 封晋王 皇赤子 封天王 皇三子 封月王 皇四子 封辽王 皇五子 封心王 皇九子 封鲁王 谢父皇龙安 从皇子的封号上 足以看出皇子的受宠程度 虽然皇子封王没封地 但四皇子封的寥在偏远之地 九皇子的鲁王 以七鲁大帝为号 二皇子的燕就更了不得 以都城燕京为号 这不就表明 二皇子是帝王心中默认的储君 二皇子虽然因没成为太子 略有遗憾 但他做燕王 明显高于众兄弟之上 他心中难免有些得意 他既然被文西帝看重 自然不会露出 细形于色的狂倦之态 举止稳重 对兄长恭敬 对兄弟爱护 亦提出很多项举措 他虽然不曾结交朝臣 但总是有人靠近辅佐燕王 燕王的生母贵妃 也不见任何的巨傲 去皇后宫中请安 永远是第一个到的 对皇后比以前更为恭敬 文西帝心里对燕王是满意的 策略他为储君的诏书 都拟定妥当 只要他感觉龙体不好 便可加盖玉玺 招告天下 一旦他龙归大海 太子继位 也可杜绝纷争 京交的兵权 都在文西帝手中 他还有检察院 有龙腾暗卫 即便信任燕王 此时 他不会将这些交给二皇子 聚在二皇子身边的谋士 绿着胡须说 嗯 陛下同皇后娘娘情深 贵妃娘娘不可同皇后争锋 等到殿下登基 贵妃娘娘亦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 古王多谢先生指教 二皇子拱了拱手 道谢 夺敌争位 哪个没有谋士在侧 燕王看向面前面如冠玉的三寻左右的如生 他不管多冷的天 一样麻衣长袍 手拿雨扇 头戴如金 端的是名士作风 他姓刘 是开国国事之后 燕王将他的底细摸透 刘先生着实有本事 为燕王分析出很多事情 他除了好美色之外 对金银爵位看得很淡 好色 他也只是对歌迹而言 风流名士一般都是如此 刘先生是嘉柔县主找来的 燕王很信任他 殿下虽说已经胜券在握 但此时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 您被陛下看中 自然是其余有志皇位的王爷的最大对手 没准王爷们会联手 燕王淡淡一笑 先生所虑 孤王也曾想过 春秋战国有合纵一双 除了皇兄九皇帝之外 孤王的兄弟未必都有正位的心思 孤王徐义荣华 保全其富贵 料想聪明的人知晓如何做 孤王虽不见得能动得了皇兄和九皇帝 但动一动他们还是做得到的 料想他们也防着玉蚌相装 渔翁得利 其余皇帝成不了气候 刘先生点头 嗯 殿下大才 辅佐殿下 乃臣之姓氏也 一旦孤王得偿所愿 孤王会进封县主为公主 以不辜负 他将先生引将给孤王 刘先生摇着雨扇笑道 哈哈 我见过县主八字 是殿下贵人也 您贵主天下 仙主自然会荣华富贵 只可惜 县主重情 至今不忘炭花廊 燕王唇边露出一分苦涩 哎 谁知晓 他竟然请动宝亲王提亲 父皇都点头了 又有什么办法 他被孤王宠冠坏了 也是孤王耽搁了他 如果不犹豫 直接让父皇死婚 哪有丁氏的事 佳柔县主是公主之女 在抓周时只抓了燕王 燕王对他堪比欺生女儿 他也在文西帝面前 多次称赞燕王 帮着他找寻名士 文西帝对皇子的动向很注意 但对县主放松了警惕 一个人哪怕是帝王 也看不出所有的人 燕王眸光闪过鹰狠之色 希望孤王有机会改正这个错误 刘先生不在意的笑笑 一定有机会的 殿下滕溪宪主 定然让他得偿所愿 他们两人相视而笑 放下这事不提 继续研究朝中的动向 燕王虽然有八分的把握 继承地统 然一日不坐到皇位上 一日恐有变数 只有成为皇帝 他才可随心所欲 岳宁侯 这个岳宁侯胆子也太小了 不敢靠近孤王 他夫人倒是很失去 燕王看不上岳宁侯一身同臭 但他缺少银子 玉树兰花的事情 岳宁侯亲自来解释了一遍 说是送给夫人做聘礼 没想到 夫人会从聘礼嫁妆中 挑出送给王妃殿下 当时燕王不冷不热的态度 岳宁侯包了两个大大红包 送了六盆珊瑚树 冲坐给王妃的贺礼 红包里 整齐地放着十张一万两的银票 燕王自然笑纳了 他如今思考 如何让岳宁侯继续给他赚银子 他夫人姓丁 丁家 殿下 丁家 如今也算是崛起了 丁大人 在江浙派系中 深有威望 是公推的下一任 领军人物 德派系之称 三年后 不犯大错 稍有建树的话 丁大人 没准会入阁 丁家 不像是岳宁侯夫人 古王是好过 但因将来 家柔的心愿 古王 甚是不好办 富贵荣华 同出嫁之女 哪样更重要啊 到时 到时 丁氏不过是丁大人 是丁氏的 挡箭牌 王府 会为他出力 殿下不要忘了 安国夫人 最厌烦什么 刘先生 化开眼底阴霾 分析说 这些都是小事 暂且不提 但殿下 可忽略信阳王府 自从信阳王回京 并且失去了 调兵 统领北疆的兵权后 如同梅牙的老虎 不足为惧 然 殿下 不可小看 安国夫人 陛下 对她是最信任的 千番 陛下召见 安国夫人 到的 可是先皇后的寝宫 他们的谈话 不得而知 然没过几日 陛下 没立太子 反倒册封 诸子为王 是不是 安国夫人 刘先生 喝茶不言 燕王 眉头不满的皱紧 料想也是他 孤王多次示好 安国夫人 从未会有 且不提 信阳王对孤王 仅仅是面子上的事 我听说 新阳王 曾经对 辽王殿下亲近过 后来不知为何 新阳王 对王爷们 生疏起来 这只是明面上 私底下 谁知道 新阳王府 独立于朝廷 义姓王 可大可小 殿下 得心中 有术才好 大秦江山 只能 秦氏子孙传承 新阳王 一旦有 谋逆之心 想想当初的 隐王之乱 谁会想到 持着 先皇后的 诏书 牧首 北疆的士兵 就听 安国夫人的 命令进城了 刘先生 自然一笑 请殿下 宽恕 臣多嘴 阴王 是该出去 阎王道 不过先生 你说的意思 孤王明白 先生 是为孤王好 信阳王府的事情 孤王记在心里了 如果老实还罢的 一旦 孤王下手 绝不手软便是 刘先生 垂下的眼瞼 盖住了毛子里的怨恨 安国夫人 过几日 我送一份大礼 岳宁侯 策立世子时 办了一场宴会 丁敏 尽心的操拾着宴会 对宾客一样的目光 视若无睹 他不是不难受 可难受 又有什么法子 侯爷 岳父大人 丁栋 同岳宁侯 碰到了一处 丁栋 袖口里 捏着广州的来信 岳宁侯 看出 丁栋 明显露出 同他单独 谈谈的意思 向前面一指 前面的茶楼 挺干净的 岳父不嫌弃的话 我陪您去坐坐 他对丁栋 一点都不敢大意 丁栋 虽然不显山 不露水 但却是汉林院的院长 并且多次被陛下召见 他虽然是世袭列侯 但在圣宠上 同丁栋 有一定的差别 他没给丁敏请风 又列了世子 虽然丁家对丁敏 不太关心 可岳宁侯 见到丁栋 有几许愧疚 岳宁侯 站在大意上 料想 丁家不会多说什么 雅致安静的茶楼 岳宁侯的长随 要了一个雅间 岳宁侯同丁栋对坐 两人选了各自喜欢的茶叶 茶博士端上了一叠杏脯 一叠干果 一叠花生 一叠点心 错落有致的放好之后 将白瓷茶壶放好 拱了够身子 二位大人请慢用 他拱紧的退出去 茶楼经常有穿着官服的大人到访 茶博士不稀气 茶楼的老板同岳宁侯熟悉 茶博士自是小的闭讳 安排妥当后 不用岳宁侯废话 出去了 岳宁侯是晚辈 主动给丁栋倒茶 先帝欲赐的毕罗春 除了内务府每年的特供之外 就属他家的茶艺地道 总不能干坐下去 岳宁侯先开口 丁栋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喊手道 嗯 不错 丁栋有了一点笑模样 他心放下了一些 清贵之家总不会上门来提策立世子的事 丁栋扫了一眼岳宁侯的长随 岳宁侯道 你在外面看着 休让无德之徒惊扰 丁栋的跟班出去了 雅坚里只剩下他们温序 丁栋放下茶盏 从袖口中取出书信 犹豫再三 最终放在桌上 推到岳宁侯眼前 你看看 岳宁侯认识信纸上的三花小凯 是六姨妹 他就想着丁栋不会为丁敏找他的毛病 信封虚掩 岳宁侯知晓 书信有人看过了 既然丁栋给他 料想他是可以看的 谨慎的岳宁侯再次用眼神询问 看见丁栋点头后 抽出信件 一字一句地看了一遍 他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丁栋在信件的后面列举了一个小故事 岳宁侯看到最后后背的冷汗 湿透内衣 穿着的官服后也隐隐有水印 柳宁侯说的可是 可是 岳宁侯用袖口 逝去额头的冷汗 字里横间透出的锋芒 他心惊胆战 勉强镇定了一会儿 岳父大人 恕小学失礼 丁栋手指滑过茶展边缘 他一如既往 对岳宁侯做女婿不满意 但如今丁敏已经嫁过去了 两家共结两姓之好 即便他心里不把丁敏当女儿 但还有昔日留姨娘的情犯 丁栋并非不顾儿女死活的无情之人 况且 在外人眼中 丁家同岳宁侯府是相连的 与其将来被岳宁侯府连累 不如现在提点一把 如今看来 岳宁侯也不是个不知分寸 被眼前富贵迷花了眼的惩人 丁栋在另一封书信中 一句话最能打动丁栋的心 在当下 最好换些好处 因此他有了今日 丁栋主动邀约月宁侯 这封书信 按照六丫头的心思 是写给我的 我原本并未打算给你看 只是 上途上的事情 我从不过问 分不清楚 那些是赚钱的买卖 更何况 我不甚明白钻石分割师 一旦说不清楚的话 耽搁侯爷 给侯爷看一看 倒也无妨 如果男女私通信件 会被人唾骂 但书信转过丁栋的手 旁人无法非议 丁栋不守护党 丁栋因丁栋而自豪 多聪慧的女儿 同仁合伙做生意 还帮着月宁侯 梳理了最大问题 如此月宁侯 怎么会亏赖丁栋 月宁侯平均了下来 我在南洋有矿产 我也曾到过西方 认识几名钻石切割师 我没想到 一昧会懂得钻石 信封里 还有几张丁栋画的 钻石手势图样 月宁侯看了后 这笔买卖有得做 如信上所言 女子的银子最好赚 以前我忽略了这一点 来到京城 看了太祖皇后留下的店铺 以往是我忽视了 说起商图 月宁侯比方才自然多了 谈话也更有自信 反倒是丁栋听不太懂 但随着月宁侯的话 时不时的点头 总不能露出不懂来 此时会有人从广州来 同侯也协商 你们看着处理 丁栋收好书信 只留下钻石手势设计图 月宁侯双手放在膝盖上 慢慢的钻紧 多谢岳父大人 京城水很深 虽说是极贵 但稍有不深是倾家灭族之货 开国列侯 多少会有单书铁卷 侯爷远离京城数年 曾经先祖留下的关系 早已经生疏断绝 丁栋将书信重新放到袖口 匹夫无罪 怀毙其罪 侯爷 一切当心 并非站对位置 便可保住一世富贵 茶楼的雅尖里 只剩下月宁侯 我 我是不是 做错了 没有人能回答他 做了大约半个时辰 月宁侯回到府邸 勉强阵地下来 处理伤寒 赚钱是他的本能 谋划如何利用钻石首饰赚钱 开设店铺 如何让京城的贵妇认识钻石 现在 大部分的女子都喜欢玉 亮晶晶的钻石 不一定能被所有人接受 他想做好这件事 同六姨妹合作 没准能避免将来的祸事 听见二皇子燕王又给他留下口信 让他去一趟 月宁侯叹了一口气 唉 银子多 并非是好事 晚膳的时候 他同儿女们一起用的 懂事孝顺的儿女 月宁侯心情越发显得沉重 因世子之位到手 嫡子同忌妻表面上母慈子笑 不再像过去一样 动不动就闹矛盾 丁敏看出月宁侯的不同 眸光柔情似水的黏在月宁侯身上 在他面前 仿佛慈母一样对待庶出儿女 尤其是宁焕容儿的庶出小女儿 更是得到了丁敏诸多的关爱 他也依赖丁敏 像个小尾巴一样的跟着丁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